当它来到大城的生活 黑暗游戏都已经解决了 《复仇者联盟》的英雄各自有自己的电影 黑寡妇输人不输政 也推出了傲娇纪元的预告 而且还和意想不到的她大谈恋爱 黑寡妇和傲创热恋和她接吻 甚至还掰开她的嘴巴 要喂她吃草莓 超级爆笑 没有想到奥创却捅了大楼子 黑寡妇掩面痛哭之后痛揍奥创一顿 原以为爱情就将离她远去 想不到另外一个英雄登场 你去哪里 巴黎 美国 但如果你去巴黎 谁帮奥创热恋 吃冰淇淋 而真实《复仇者2》预告一样 黑寡妇和浩克发展了暧昧倾诉 搞笑内容引发热烈讨论 除了《复仇者2》的票房也吸金 但因为周末碰上了拳王世纪之战 NBA季后赛和肯塔基赛马会 首周票房57.7亿台币 没有办法打破首级的63.8亿台币的票房 而《完命贯头7》虽然上映一个月了 票房持续发售 全台票房7.9亿元 打破铁达尼号的记录 成为台湾影史的亚军 《复仇者2》要追上恐怕还有一段距离 记者黄勇李世线台北报道